前美国总统川普5号在自创的社群平台Truth Social发文表示 若拜登政府决定透过取消对中关税来对抗通膨 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川普表示这样做将让中共收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礼物 取消这些关税将是一个清晰的讯号 表明美国软弱 效率低下 并且一切照旧 路透社报道 截至5号晚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收到超过400件请求 要求维持对中关税 包括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内的24个工会 更要求继续执行对涵盖价值3700亿美元 中国进口商品的所有关税 此外 取消关税对于降低通膨的效果仍是未知数 可能软件可以变得比较便宜 但如您所说 我们真的没有购买很多食物 我们也没有购买很多油 所以我真的没有购买很多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张其林 综合报道